光跟格局決定你來未來能賺多少錢 你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啊是今天跌 那如果未來會噴出會大漲一千點 今天跌幾點 跌不是跌 現在跌越多不是越好嗎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啦 我問你一個問題啦 他如果真的要跌 他會一直撐在這裡嗎 早就跌到這裡啦 前面一下子就跌下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他沒有崩盤啊 最後漲上去啊 一下子就跌下來了 他沒有崩盤啊 最後還是漲上去 為什麼 請問你又說 如果這是空頭 他會給你機會跑嗎 他會給你機會跑嗎 對不對 那現在來了這一大堆利空 那美股大跌什麼有的沒有的 要選舉啊量能縮成這個樣子 結果咧 你也沒看到台股大跌啊 要跌早就跌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為什麼現在不會漲 我已經解釋過了啦 請問你又說 你知道誰會當選嗎 如果你知道哦 如果你知道你也不能怎麼樣啦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變數很大 不在於不在於是誰當選哦 誰當選都一樣啦 反正後面就是會漲啦 重點是什麼 因為變數太大沒辦法 沒辦法預測 所以大家會觀望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蘇坑萬沒過關 再來就是疫情加重 這些變數 我有沒有告訴你指數不會漲 老師啊 你說未來會噴出 可是劉哥講說現在指數不會漲 為什麼不會漲 你都知道啊 你不能說現在要大選啊 蘇坑萬還沒有過關 然後疫情又加重 然後現在指數要馬上就噴出 不可能嘛對不對 你至少要等到選舉過後 越來越明朗了 你要標再來標嘛 可是結論一樣 我的結論永遠都是一樣的啦 你說 你會說 你會說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這句話啦 我講完啦 我拔改完啦 這樣好不好 你說今天落幾點 落到怎麼樣 我跟妳講要報復性大漲 要大漲的理由是什麼 我都有講 所以要賺就要敢買 你不要這麼疊價啦 你又不敢買 拜託給 明年沒這麼好 他敢砸五千億嗎 你怎麼不砸五百億就好 你幹嘛砸五千億 欸不是 不是五百億耶 不是五十億耶 是五千億耶 拜託給 資本支出砸五千億 我 只問妳一個問題啦 你開一間公司生意如果不好 你會 你會 你隔年的額度 你隔年擴大資本支出 擴長的資本 會砸 砸很多錢嗎 不會嘛 你頭子壞掉嘛 我沒有生意 我又擴長 對不對 代表明年 代表很好的 明年會更好嘛 對不對 所以啊 你從 所有的研究機構告訴你 你都知道啦 所有研究機構 預測明年都是爆炸性成長 明年都是爆炸性成長 中研院也公布了對不對 今年1.7 很好的哦 好到嚇死人 不好意思 明年3.4 一個國家 一年的經濟成長率成長一倍 你說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能告訴各位 未來行情大到你無法想像 這你也在講 在強烈變哦 接下來 我要佈局的股票 是未來全市場最標的股票 它叫做子彈列車 如無意外 它隨時會噴出 老師你聽到了什麼消息 你不用管 最新的情報 我今天才收到的訊息 我今天就要跟你分享 超級大力多 即將引爆 子彈列車 小心它會飆到 讓你看不見 今天送給大家 超級大得力多 準備要引爆了 一彈狂飆 跟子彈一樣 你連看都看不見 小心天天跳功掌情擺 今天 送給各位 打電話 就關超勝利 謝謝